张机创立127年 在总院长陈穆宽教授带领之下 对创新研发相当的支持 以往发明人需要自己找到合作的厂商 还有学校的研发单位是相当的困难 今年是张机第一次主办创新媒合会 很感谢中兴大学一同来主办这次的盛会 这次的学界代表有中兴大学 宏光静怡还有彰化师范大学 业界的代表有十家新创的公司 期待这次的媒合会能够让产学研衣 练解得更加的深刻 让所有的研发的团队都能够为推动台湾的医疗新创 加一份的心力 今天很感谢所有参与的厂商 以及所有学术的团体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借由中兴大学 在产学研方面的合作研究的能量 以及张机在临床医疗方面的尖端的技术 以及精准医疗的目标 我们能够把所有的相关的技术能够落地生根 为所有的未来的医疗的病患提供更好的精准医疗的照护 张之大最近这几年已经转型成为一个综合型大学 所以我们有完整的工学院跟理学院 所以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在推动人工智慧的部分 做有关人工智慧跟医疗在医疗上面的应用 我相信像我们跟张机这么接近 大家都在同样在彰化市 那我相信未来的合作的机会会更加的完整更宽广 谢谢 首先感谢张机陈慕宽总院长 刘生勇医疗长的大力协助 让这次的活动能够圆满达成 今天是张机举办的创新和技术发表的活动 让医院大学还有厂商可以聚集在一起 分享他们的想法经验还有最新的技术创新 今天早上有专题的演讲 焦点论坛涵盖各样的主题 那包括有人工智慧医疗创新 药物的创新还有产学合作 以及最重要的临床落地等等 那下午也有十多个技术发表会 那这些专业的知识趋势分析 发明人的这个经验分享 对能够使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 不同的产业的最新的这个发展 谢谢 创新医疗数位专期在 OK谢谢大家